很多朋友调墨后在落纸时分不清浓淡 干后没层次 以这幅画为例教你一个小妙招 首先将墨由多到少分到格子里 然后从1到5由少到多加入清水调和 看一下效果 湿的时候不太明显 干后层次分明 由1到5由浓到淡效果明显 接下来就可以大胆落墨了 用最浓的墨画一座进山 稍浅的再画一层 更浅的在画中进山 逐渐画远山 然后更远的山 五个层次分明 简单勾勒一些水田 侧风村擦一些倒影 山与山之间要有气口表达云雾 干后用浇浓墨画进景树 画在右边与进山墨色形成呼应 画个配景人物和竹法 最后着色 草帽染者石 三绿点树叶 注意要有枢密变化 染水田 抖点活跃画面 落款盖章 赶紧点赞收藏去试试吧